你覺得哪一個國家的人 大部分比較好相處 比較好相處喔 加拿大 加拿大的男生 對 加拿大人他們本來就是比較friendly 真的是 每個人都 他們就是那種很愛心 很有愛心 然後就是 而且很自由 對 然後他們就是想幫助別人 常常都是那種很nice 譬如說你在迷路 哇 他們會帶你去你要去的地方 對 很熱心 我覺得每一個男生都不一樣 真的喔 對 我不能... 你不能說看到是台灣的男生覺得 他肯定是大男主 因為我覺得不一樣 像我們就不是 他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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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一點都不是 他不是 他又來了 不過就是踢破一個馬桶蓋 那你覺得就是說 你接觸過世界上這麼多的 男性的朋友 你覺得哪一個國家的人 大部分比較好相處 比較好相處喔 加拿大 加拿大的男生啊 對 加拿大人他們本... 本來就是比較friendly 真的是 每個人都... 他們就是那種很愛心 很有愛心 然後就是... 而且很自由 對 然後他們就是想幫助別人 常常都是那種很nice 譬如說你在迷路 哇 他們會帶你去你要去的地方 這樣子 對 很熱心 紅十字會 比較單純對不對 單純 滿和善 很和善 對不對 他們就滿和善的嘛 對 真的 那你這輩子遇到對你最好的男生 是怎樣的 是 是怎樣的 他很善解人意 人意 對 善解人意的 然後呢 什麼都可以溝通 就是可以講心事的 他的心事他可以跟我分享 然後就算有一些爭執 我們兩個可以就是很... 心平氣和 心平氣和這樣 很理性去講 講道理 所以很少會吵架 他很體貼嗎 非常體貼 還跟他在一起嗎 對 那很難關 是加拿大人 對 加拿大人還是最好 那他有時候在街上 看看別的女生 你會不會生氣 其實女生都是那種 我們... 其實不用看到男生 去看那個女生 我們都知道那個男生 一定會看那個女生 就是很遠就知道 男朋友一定會看那個女生 所以我都會先說 那個女生很漂亮 對 我都會先說 先說 然後他說沒有啊 沒有啊 不覺得 對 通常都會這樣 所以他們很有默契就對了 他老公...不是 你男朋友也是 很有默契 第四項是什麼呢 愛面子 所以先嗆分手 這應該算是少部分的女生 對 因為一般的女孩子 對於面子這個事情來講 並不是那麼的在意 只有男孩子才會 對 對不對 你就是這一個嗎 所以每次都是你跟他們體驗 對啊 對啊 不是啊 他們早就不愛我了 跟別的男生出去約會啊 但是還不跟我分啊 真的啊 劈腿啊 那我乾脆說 幫他們說出這句話嘛 不是啊 你這種就是 口袋寶貝嘛 口袋寶貝嘛 在口袋裡面啊 備胎啊 對啊 車上有備胎嗎 有 以前啦 現在不會啦 OK啦 來 我們來問一下DV 你會為了愛面子 所以先嗆分手嗎 不會 你曾經跟你的男人 嗆過分手嗎 有 是什麼樣的原因 妳為什麼要嗆 吵架 那妳是不愛他了嗎 愛他啊 那妳為什麼要嗆分手 就是要等他講說 好了 對不起 結果對方... 結果就... 結果他講說好了 分 輸 當場敗再輸了 輸了 垮了 但是來不及了 沒有 還是在家 這沒有骨氣的東西 我說他就要好 對 他已經是你做好了 你就... 我不是跟妳要分手分辱嗎 另外 分手費 對啊 以前跟他分手跟他要錢 真的啊 要六百塊 喂 要五萬 五萬啦 要五萬塊 那妳分手都不會很痛苦嗎 會啊 當然呢 我覺得我... 對啊 我也是人 那妳怎麼發覺 我很理性 可是呢 難過啊 聽音樂 聽音樂 聽音樂更難過吧 對啊 聽音樂... 沒有 你就在家裡哭啊 哭完就好啦 然後就找朋友出去玩啊 所以我們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我在外面 跟你們喝酒我在哭 因為我在家裡不能哭 怕我媽... 爸媽擔心 孝順 對 誰哭了我 不好意思 今天終於知道原因 我這些年來我一直不想講 可是分手兩年還在哭 他哭不講 孝順是一輩子啊 對 所以他哭到底 對 我們知道結婚成為孝順的文語 沒有人 不是 可是媽... 媽生氣難過 所以說愛面子 所以先嗆分 我覺得男女之間 如果真的相愛 就不要管什麼面子 面子先擺在後面 如果說真的講到愛面子 所以先嗆分手 那就分手 對 因為他可以愛面子 勝過愛你 那就算了 對 第三項到底是什麼 就是想看男生求饒的神情 女孩子是不是很喜歡看到 就是男孩子比較 示弱的那一面 對 對 因為其實很難的可以看到那一面 那如果你願意給我們看那一面 就是說 哇 她真的好愛我 這是女孩 好可愛 我演這個已經演到這間歐親了 犧牲好大 好痛 那為什麼呢 那男生示弱 不是一般女孩都說 我希望有一個堅強的肩膀 讓我靠著 那你喜歡我們示弱 沒有 可是你不能每天都這樣子 那就很恐怖啦 不能每天都這樣子 對 不行 沒有 我也曾經有一個 就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喜歡這個男生 可是我那時候要離開 我要去香港 然後之後呢 他就每天看到我都哭耶 然後就是我受不了 我就覺得他太過... 太軟弱 太軟弱我也受不了 對 他可能最後想嫁給你 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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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掌揪 auto 不能每天... 不能每天... 對 現在真的是很重要的 如果女生跟你提分手 然后真的是这一次你真的觉得 她来真的 然后你很想 挽救 对 挽回 你就可能哭一下 然后就跟她说一些比较甜蜜的话 我觉得蛮有效的 真的哦 对 谁女孩子还是心软 对 至少我是啊 我会心软 对 我是那种 譬如说要分了 OK 我要走到门 他把我抓住 你不要走 我可能还是会留着 真的哦 对 可是如果说是两个分手以后 两个分手以后再见到 她可以哭吗 不 不 不 timing 有点 譬如说你们两个是情侣 然后你们分手了 你们一个月以后再碰面 她在你面前又哭了 没有啦 过了 她哭了 机会你就是错过机会了 那你会跟她讲 过了 不要再哭了 对 那上节目哭呢 在节目上节目 你觉得这样的男人是怎样 要不要她示范一下 刚刚又要来一段 今天都演得这么多 可是没有啊 我觉得那是真情流露 你们不能把她讲得像笑话 其实她是心里有感觉嘛 她上节目回想到她当年的 那个女朋友对她的好 竟然在录影的时候哭 多么伟大的爱情啊 各位小朋友 我跟你讲啊 做凡事都要考虑清楚 不然会一笑万言 没有啦 其实... 所以说呢 就是想看到男人求饶的神情 来